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的主题叫做 追求最高的目标 我们的经文在哪呢? 经文是在菲利比书3章的12节到14节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 我读中文然后你读英文,好吗? 我读了之后你才读,OK? 好的,12节他说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的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像叫标杆直跑 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找我来得的奖赏 不是12,not that I have already obtained all this, or have already have been made perfect but I press on to take hold of what for that for which Christ Jesus took hold of me Brothers,I do not consider myself yet to have taken hold of it but one thing I do,forgetting what is behind and straining toward what is ahead I press on toward the goals to win the prize for which God has called me heavenwards in Christ Jesus 阿们,阿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把我们今天交在祢恩手上 我们从开始到末了,我们要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祢 我们的生命就是要荣耀祢 好让祢向我们说话 恩告我们 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 领受祢的话语 谢谢祢,奉主耶稣基督生命祷告 阿们 感谢主,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也是很熟悉的,对吗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主题就是追求最高的目标 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是需要有目标,有梦想的 今天如果你问很多人的话 你的人生有没有目标,没有梦想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说,当然有 梦想目标其实也有高低之分的,对吗 如果今天你问一个吸毒者 他可能会说,我的目标就是今天 我要解决我的毒瘾而已 他的人生目标只有今天,他没有明天的,对不对 如果你问一个可能一个劳工的话 可能他的人生目标他只有这个星期罢了 他的盼望这个星期呢,我老板出粮给我 然后我可以吃饭,我可以喝酒,我可以抽烟,然后买多多 能够希望中头奖 你问他,他说,这个是我的梦想 如果你问一个中学生 他说,我的梦想就是我希望我身边就是有一个 女朋友啊 然后你说,你们这么亲密啊,你不会影响你读书,影响你将来吗 然后你们等下搞出人命怎么办 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哦 我没有想过有人命怎么办,我没有想过要结婚的哦 这个就是今天很流行的一句话说,我们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对不对 其实也是今天人生,很多人的人生直学来的 如果你问一个年轻人 我的人生梦想啊,我要失业成功 我的人生梦想啊,我要想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 来实现我的梦想 来享受生活 所以也是有一句很流行的,常常看到 就是我的生活就是你的梦想 或者是我们看到人家 你的生活就是我的梦想 如果你问绝大多数的人呢 我相信我们在座绝大多数的 我们都有,我们的目标梦想是什么呢 很简单,就是我们要家庭幸福 婚姻美满,对不对 我们的孩子长大之后 他们有自己的事业,事业有成 然后他们以后 他们将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然后我们的梦想 希望我们的儿女的孝顺我们 然后呢,我们联老的时候 我们是身体健康的 更重要是有足够的金钱 能够过退休生活,对不对 可以去旅游一下,对吗 这是绝大多数的人,对吗 但是我给你看 一个的就是这个 这个需要层次理论 这个呢,是一个心理学家 他有这个的理论 他说我们人是有需要的 我们从最基本的需要 就是生理的需要 我们需要生活 我们需要 这个的需要 基本的需要 然后呢,我们需要有安全感 对吗 然后呢,我们更重要是 就是我们有爱和归属感 然后更重要的 更高的是我们要有这种的尊重 就是呢,或者是被尊重 然后最高的就是要有自我实现的需要 那这种的层次呢 不一定说呢 你要有第一才有第二的 你可以呢 你还第一的开始的时候 你已经有最后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的 对吗 这是人 神造我们人有这样子的一种的追求 对不对 如果是你问一个动物 一个狗啊 它可能 它没有被尊重的需要 没有自我实现的需要 对吗 它需要有吃 有的睡 它就很满足了 然后主人可以摸它 它有归属感 它很可爱很满足了 然后那个狗 没有想到要被尊重的哦 我曾经说过 我有时候我在我的 我的桌子上那边 我的狗在下面 我用我脚来摸它了哦 然后我跟它抓养的哦 用我的脚 我试试看 用脚来摸摸我的 我的 师母看 And you're trying to see that I use my leg to touch my wife 我刚才一拳打过 那他就刺激我 对不对 狗不会自我实现的哦 狗说我要做一个全世界最好的狗 它没有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人对吗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 这个是Maslow他讲的需求层次 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人 真的我们人是要有更深 更高 更大的一个需要的 就算是这个是Maslow的 这个最高的自我实现 但是他还有一个更深 更高的这个是心理学家 没有办法解析 也没有办法达到的 你知道这个需要是什么吗 Do you know what needs is that 就是呢 神要我们找到我们被造的目的 是让我们回到跟神的和好的 还有那种爱的观世里面 找到我们存在的目的 所以一个认识神的人 或者是没有认识神 他们知道我们活着的目的是 为了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信了主 我们也知道神 有祂的命定在我们的身上 对不对 神有永恒的计划 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今天呢 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要知道一个很重要 就是今天我们活着 我们要追求一生 要荣耀神 这个是基督徒一生 要追求的 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 到底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要去 成就神 要我们去成就的事情 特别他说 我们要使万民 做他的门徒 对不对 我们有这个能力 要去祝福万民的神 给我们的大使命 我告诉你弟兄姐妹 你的身上呢 你身上里面 有亚伯拉罕的 这个的福气 你知道吗 你知道亚伯拉罕的福 是怎么样的福吗 你看这个图 就是呢 神呢 就是他从 从亚伯拉罕身上 他要祝福亚伯拉罕 但是的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我们 有没有去祝福万民 如果我们没有 去祝福万民的话 神的祝福 不能够再 领导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亚伯拉罕的福 他的福是怎么样 我常常说 他是一个多产者 他是一个配争者 他是一个掌权者 你跟哥比说 你是一个的多产者 然后你是一个配争者 然后你是一个掌权者 因为神要我们 成为万民的祝福 这个是从创世纪里面 神的计划没有改变的 神创过亚当的时候 也告诉他说 你要生养 种多偏满全地 治理之地 对不对 所以基督徒有更高的 一个追求的一个使命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重点 好吗 我们要追求最高的目标 你看第十四节那边 保罗说 向着标杆 竭力追求 我要得到神 在基督耶稣里 找我往上去得的奖赏 那这里呢 保罗呢 他已经看到了 这个的追踪的目标 所以他说 我要向着目标 要竭力地追求 因为他看到一个 更崇高的一个目标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我们生命 是很短暂的 但是呢 我们要为主呢 所要我们去完成的 这个是更重要 对不对 如果今天我们是 为主来做的话呢 我们相信这些 都有永恒的 都已经存到永恒的 而且是有奖赏的 所以你看保罗 他怎么样看他自己 他看了 我们从这段经文里 他看他呢 好像看他 自己好像一个 赛跑员的 一个运动员这样子 你知道他说呢 这个标杆呢 标杆就是在那个 跑道的最终点 势力在那边的 然后呢 赛跑的人要看着 这个的 目光 转注在这个标杆上 那个时候罗马呢 已经很流行运动会的 你知道那些预备要赛跑的人呢 他们呢 弯着身体这样子的 他们一起跑的时候 他就看着那个标杆 一直走 所以他们呢 看着那个标杆 他们不会跑错了 不会跑到 对岔路去的 他也不需要 理会周围的事情的 他也不需要 他也不需要 理会别人的 嘲笑 或者是别人的 那种掌声的 他只是一心向着 那个标杆来跑 而且他不会放弃的 那跑的人呢 可能会累 累了你的速度会慢 但是你还是没有停下来的 对吗 所以保罗呢 他就有这种 精心赛跑的 这种精神去跑 所以他说 我向着标杆 然后我说 竭力地去追求 就是一直跑 向着这个标杆 竭力地去跑 所以他讲什么呢 他说 我是因为我要得到 在耶稣基督里面 找我往上 要得到那个奖赏 保罗看到 那个奖赏是什么 在当时他们 Olympic 他当时 在这个Olympic 他们得到的奖赏 他们头上 带着一个的 感染液 后来是用金 来镀金的 来带上给那些 冠冕 给他们带上 然后呢 在现场的他们当中 就宣布这个人的姓名 还有他的出身 可能我们看到 这次好像 没有什么吸引力 但是你要知道 圣经说 有一天 我们在天上 在神永恒里面 我们会得到 天上的奖赏 你看在 启示录3章21节讲到很清楚 他说什么 他说 得圣的 我必定是他和我 一同坐在我的宝座上 真如我得了圣和我父 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 弟兄姐妹 我们要注意这些经文 神已经预备了我们每一个人 要去得着的 而且神非常看重 这个是预备给我们 是伤好的福分 要吃给我们的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可能很多信徒 我们信了主 但是我们不看重 要得奖赏的 我很属灵的 我不需要这些的 我不觉得需要 你看很多基督徒 为什么我还要追求 也不会问自己 我到底成为基督徒的 我活着的目的是 到底是为了什么 而我活着的目的是 为了什么 我活着是为了谁 然后神在我身上 祂的要求 祂的命定 可能我们没有很去关注的 我们也不想去知道 很多人 或者是故意 哎呀 懵查查啦 不想知道更好 做一个礼拜天 来教会的一个基督徒 已经是很给面子上帝了 但是今天我们要看 保罗他不是这样子的 保罗的追求 他说我要追求天上的奖赏 因为他在属灵的眼睛里面 他看见了 这个就是他的目标 他要得到神在基督里面 为我所预备的这个奖赏 这个是一个伟大的目标来的 而且是吸引他 不住的不住的前进的这个原因 不断地竭力地去追求的目标 换句话说 他的目标是什么 他说我要竭力追求得着基督 他说我要认识耶稣基督 为我的之宝 他说我要把耶稣基督 看为是最重要的 你看在商文的时候 他说甚至我看 其他东西我可以放弃的 这个就是最高的目标 今天对我们来说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最高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要寻求上帝 我们要认识上帝 我们要爱上帝 我们要服从我们的上帝 然后我们明白他的旨意 然后我们去遵行 我们要荣耀他 各位弟兄姐妹 神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 如果我们真心去寻求他 他说我们一定会认识到他的 如果我们认识他 我们会更加会爱他的 如果我们更加爱他 我们一定会顺服他的 阿们 记得我们生命呢 每个基督徒的生命 我们有一个最高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要让耶稣得荣耀 我们一确所做的 是不是神要得荣耀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你的人生 目标 梦想 你追求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没有把 那个最终极的 最高的目标 看到很清楚的话呢 可能我们有 我们自己的目标 OK 我这样子说 不是说 你要追求耶稣 基督最高的目标 你一定是贫穷 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有最高的目标 然后呢 你能够 其他的东西 你就能够做 一个的 很有次序的 一个的 安排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看到 最高的目标 我告诉你 今天 你认为赚钱 和享受 是你追求的 最高的目标 人生目标 享受你的生活 是你最高的目标 你就要思考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可能你没有听过 他名字 但是你有听过 Kodak 这个名字 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美国人 他叫 George Eastman 这个人 他就发明了 这种的 胶卷 就是这个 相机的这种胶卷 他把他的公司 取名叫 Kodak 然后呢 他世界上 每个角落 都有他的 这个分销店 这个 Ezman 他有一句的名言 他说 你一按 那个 那个的 快门 就是那个 照相机的快门 他说 其他的 让我们 跟你完成 你知道他的人生目标 就是要赚大钱 要享受生活 他真的成功了 他的收入不是用月 用年来算的 是用秒的 每一秒 每一分 那个钱 一直进来的 所以他可以 他可以创所欲为 他要做他喜欢做的东西 他已经享受 他的人生 所有的 享尽他的人生享受 他住的房子 有三十间 大房间的 他吃东西的时候 要有音乐的 那种现场音乐 弹中 他才可以吃的 他喜欢旅游 他周游 他喜欢打猎 但是对他来说 他人生 一直不过是如此 然后他也很努力 去行善 他捐很多钱 特别是 那个的 这个的 MIT 就是那个 马省的 那个 理工学院 成为 也是一个 很著名的 一个慈善家 但是他在 1932年的时候 3月14日 那一个早上 Ismond呢 跟他的 生意的 伙伴呢 开完会之后 他就 回他自己的 那个的 office 然后他就 写了 在纸上 写了几个字 那个字就是说 我的工作完毕了 还等什么 他留在那边 那张纸 然后他拿一把枪 在丑地拿一把枪 然后就 开了一枪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个就是说 我的工作完了 我还有什么 因为 他的目标 就是我要赚钱 享受追求 是我人生 追求的目标 还有另外一个人 可能你更熟悉 Michael Jackson 对了 如果你是 以追求 名利 成为你 人生的 目标的话 你可以看看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流行天王 全世界的人 都很羡慕他 但是他死的时候 你知道他 全身 都是那个 真空 在他 胃部的死的时候 就是他 解剖的时候 他胃部的 找不到有 食物的残疑 只有那些的 药物 长期要靠药物 皮包骨 他死的时候 只剩下 五十一公斤 你可以想象 他的生命 是多么的痛 多么的煎熬 你看到吗 各位弟兄姐妹 追求 最高的目标 是你和我要 做出的一个选择 今天我们认识主的 我们要想 什么是能够 留到永恒的 虽然我们在生活 我们在这个人生生活 我们有不同的 过渡时期的阶段 对不对 可能你是学生的话 可能你会很忙 你的考试 忙你的功课 有很多的挑战 因为你的目标 就是要考到好成绩 对不对 可能你在 你在职场上 你也是在这个时候 打拼 在这个职场 你要有好的表现 可能你们已经有成家 有一个小成员 孩子 你们也会很多 你的人生阶段 可能也会调整 对吗 你要很好 想要把这个孩子 要好好的 教养 就是要护养他 我们可能很多时候 我们都很忙 我们都很忙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各位弟兄姐 我们要清楚知道 今天我们是 为谁而做的 这个是我们要清楚 要知道的 我是不是 所做的 就是有最重要的 一个目标 我是要荣耀神的呢 Amen 我是凡事 是以荣耀神 为我的目标吗 我是凡事所做的 我是以坚证 我的神为我的目标吗 Amen 是的 我们人生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 过渡期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不要放弃 你最终的那个目标 Amen 你继续要为神而做 我告诉你 这些都有永恒价值的 所以我们 要常常问我自己 今天我是属于谁的 今天我是为谁而活的 今天我的观众是谁 是人吗 是人的讲声吗 还是我的最大的 我的观众是上帝呢 还有我们要问 我到底我是谁 我的呼召是什么 Amen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为主所做的 一切是有永恒价值的 我才是说 而且是有永恒的 这个的奖赏的 Amen 所以我常常说 你唱歌是从哪里开始唱的 很多人说唱歌是从头唱起 对不对 我告诉你我们都错了 我们是从尾唱起 你没办法再讲什么吗 如果一首歌 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歌 我们要从头唱起 我告诉你 如果那首歌没有人写出来的话 它已经写完了 其实我们是从尾那边唱起的 Amen 如果没有这首歌 我们根本都唱不到 Amen 虽然我们在世界上 我们每个人 我们都有很多不确定性的 我们都会有这种的 对将来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好像很多年轻人说 我以后要选什么科 我以后要做什么职业 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对不对 但是今天我要挑战年轻人 如果你要把这个对齐我 要荣耀神 我要追求是上帝的话 我告诉你 请问 你的上帝会关心 你所关心的吗 难道神不关心你所关心的 对不对 第一 我们真的要追求最高的目标 第二个重点呢 我们追求的态度是怎样呢 你看第十二节 他说保罗说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 基督耶稣所要得着的 保罗这里讲到 他说他追求的态度是什么 他是竭力的去追求 是权力与负 保罗追求最高的目标 他还要加上 那个追求的态度 他说我来是要 竭力的追求 要权力与负的 你想保罗的成功 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 他在二十多个城市 他建立教会 他有很清楚的目标 就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 然后呢 有三次宣教旅行 把福音带到 整个罗马帝国的地方 他的目标 很清楚 他要让人得着 这个福音的好处 他要得着神 所要他得着的 所以我们看到 保罗的成功是什么 他是权力与负的 他要为主做到 最卓越 最多 最深 最大的可能性的 但是今天 不是每个人 一定要你学保罗 你要去全世界 非洲去传福 也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每个人 我们都有我们身上的 这个的 福招 神在我们身上 对不对 无论你在资厂 无论你是 任何学生 你都有神给你的 这个的 你要达到的目标 但是 重点是什么 各位弟兄姐 我们有没有追求 卓越的态度呢 我们有没有追求 就是追求卓越 无论做什么事 无论在任何的岗位 有没有一个卓越的 一种态度呢 你在任何的地方 在任何领域 是不是你为神 要做到最好 最卓越呢 你做到最好 是因为你要荣耀神 Amen 你知道神的形象 是什么 我们要像神嘛 对不对 你知道神是一个 怎么样的神 你认为你的神 是不是一个 轻轻拆拆 阿嘎阿嘎的神 如果我们的神是 轻轻拆阿嘎阿嘎 我们就死了 如果我们的神是 轻轻拆阿嘎阿嘎 我们就死了 那个地球离开 太阳 哎呀 近一点 不要紧啦 哎呀 轻拆一点 所以当神 当神造成 the sun and the earth 我告诉你 我们全部变成 barbecue了 然后神说 哎呀不要紧啦 远一点 我们全部被 Ace cream了 神是一个 完全卓越的神 Amen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凡事上 也没有追求卓越的 这个态度 做任何事 我们有没有 决定去追求进步呢 我们有没有 为主做到最好的 无论你在职场 你做生意的 你在家庭 你在教会的事奉 我们的追求 是不是要做到最好的 And no matter whether you're at home you're at market place or even in school do you strive for excellence Amen Amen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 保罗也讲到 他说呢 他说呢 无论做什么 我们都以荣耀神 而行嘛 对不对 Do you know that in Bible it says that whatever you do do it all for the glory of God Amen 有两节的经文 他都讲 他说呢 因为呢 他说呢 好像在哥罗西书三章 最后他说 我们做什么都要心里面做 是做给主的 不是做给人的 In Colossians It says that whatever you do Work at it with all your hearts As working for the Lord Not for human master 然后他说呢 然后他接下来 因为我们知道呢 我们要从主那边 得着那个基业的赏赐 It seems you know that you will receive an inheritance from the Lord 因为我们 师奉的是 耶稣基督 Amen And it's the Lord Christ that you are serving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 如果是我们 做师奉的 在教会 And brother and sister Today if you serve in church 我们是不是 给他献上 最好的给神呢 Do we give the best of our us 我们的态度 是不是最佳的态度呢 Our attitude Is it the right attitude 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状态 我们在台前 幕后的 我们是不是 要更加进步呢 And the state of emotions Do we look for improvement Whether we are on the stage or behind the scene 无论你是台前幕后的 你知道我们 不断不断地 要更进步 更加负责任 有没有更加成熟呢 Whether you are on the stage or behind the scenes Do you look for improvement Are you more matured 还是我们只是 要人家的掌声呢 Or all you want 你知道很多时候 有些人他们 开始的时候 他们是很好的 Do you know some some that's at the beginning they're very good 但是呢 你看慢慢 好像走样了的 And then slowly they 因为他说 没有人给我掌声 Shifted Oh because there's no prace from others 我们错了 对不对 We are wrong 对吗 我们错了 We are wrong 我们没有更加的进步 We did not improve ourselves 如果我们是做学生的 我们也没有追求 我们成绩的卓越呢 And as a student Do you strive for the better results 是全力以赴吗 Do you press on the give your best 如果你是学生 你有能力 你又考到八十分 为什么你不考到这个成绩呢 对不对 And if you are a student You have the ability to get an eighty marks And why don't you aim for it 如果是你那些 你是不及格的 为什么你不能够 考到及格来 荣耀神呢 对不对 And those that fail your subject Why don't you press on to pass it 如果今天你是做生意的 And today if you are in business 你有没有追求卓越的目标 Do you take hold of excellence 你除了 你除了赚钱为目标 你是否你做的 是否对这个社会 有带来帮助呢 基督徒做生意呢 有基督徒的 对圣经里面的文化 你知道吗 And as a Christian businessman There's a culture of Christian businessman 你知道 基督徒做生意 更要专业 你知道吗 And Christian businessman You need to be more professional 更加要进步 Amen We need to improve 我们基督徒做生意 我们有更加有 服务人的一种心 There must be a heart to serve 跟也是有诚实 还有这个诚心 对不对 It's honesty and also integrity 你看 当人家得到帮助他 跟你交易的时候 他知道这样子的话 我告诉你 真心去服务人 你帮助人的时候 其实钱才是跟着你的 你相信我讲吗 Amen 这个是很真实 我们要把旧的观念 我们要丢掉 你知道吗 This is very true We need to get rid of all the old style of thinking 以前我们没有清楚的时候 我们常常听一句话说 你种种直直啊 你种水黑色啊 I don't know how to translate that But it means that in our old style of thinking that those that who's honest or strict will get bullied at the end 你不握啊 不如可以的 买一下 这架的充火 You must once a while cheat and sell the fake gold so that you got profits 我告诉你 将心比心啦 今天你去修理车 如果这个的老板 他是乱来的 没有 没有换 又讲换 请问你知道 有一天你发觉 你还会找他吗 So put yourself in the shoes If let's say you know about these workshops that they will ask you to change the things that is not spoiled But once you found out will you go back to the same workshop 你会找什么人 去修你的车呢 So what kind of person will you go 当然他要有 他要有很好的 那个技术啊 对不对 So this person definitely need to have a good techniques 他也有很诚信啊 is integrity 他也很有服务啊 態度啊 and the service is good 你会很放心嘛 对不对 and you will feel safe to give it to him 我告诉你 你做任何行业 如果你做到这几点 人家很放心的 你生意 你不会说没有生意 人家会介绍 更多生意给你的 Amen Do all those that I have mentioned just now and people very safe to put their products to you then your business will come Amen 所以在职场呢 也是一样 我们是否追求 我们的更专业呢 And those that are professional Do you take hold of your professionalism Amen 我们是更加进步 然后我们做的事 我们是有效忌的 对不对 Do you continue to improve Amen吗 做父母的 我们也要学习 做一个很好的父母 对不对 And as a parents we also need to learn how to be a good parents 我们怎样带领 我们的孩子 陪伴他们 对不对 How do we lead our children How do we accompany them 有一句话说 成为他们的解化者 改化者 And one word it says Be their interpreter 孩子他们什么都不懂 他们第一个词 是问父母的 The children they know nothing The first thing that they will do they ask their parents 你就是他的解化者 And you are their interpreter 但是你要有陪伴他 你要带领着他 对不对 But you must accompany them spend time with them and lead them 这个过程就是 教育他们 他们的秉格 还有圣经里面的真理 他们带人处事 对不对 And this is the process that you nurture them in Bible in their characters the truth of the Bible 然后你自己的生命的榜样 来影响他们 And how you as a life role model to influence them 你不要让这个 这社交媒体 来到教导你的孩子 今天 各位弟兄姐妹 Do not let the social media to educate your children 你不要只是 给他一个handphone 让他自己去 去看去玩 Don't just give them a handphone and let them play around with it Amen 所以追求作业的目标 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态度 So that's why the attitude to take hold 好像保罗一样 因为耶稣基督 所要我们 要这样子来达到的 Amen 我们要荣耀神 我们要让人 能够得到帮助 得到祝福 然后呢 我告诉你 祝福会跟着我们来 意想不到的祝福 会随着你而来 Amen Hallelujah Amen 时间到了 Time's up Pastor said 我们来看一个 你看一个图画 Let's see another picture 你看这个 以前的人 他们都是信耶稣的 OK OK Look at this picture and the people old times they are all accepted 特别是 这些做 这些 很出名 这个巴哈 这些音乐家 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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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Bach 你看啊 他们每次写了 他们会 下面签名 然后他会写 SDG 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Every time when they write a song they will sign and then with the word SDG at the bottom 这意思说呢 就是Solidio Gloria It means Solidio Gloria 意思说 所有的荣耀 都是要归上帝的 It means All the glory is to God 做到最好 是要荣耀神的 Amen The best is for God Amen Amen 好了 我们来再看下去 另外一点 第一个态度什么 这是不满足的追求 And the next one is take hold Dissatisfiedly 你看第十二节的 十二节前半节 还有十三节的 前半节 他说 这不是说 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然后第十三节 他说 弟兄们 我不以为 自己已经得着了 Look at the words 12 and 13 He says that Not that I have already obtained all this or have already been made perfect O brother I do not consider myself yet to have taken hold of it 所以保罗 他有两次强盗 不是我已经 以为得着了 And Paul emphasized that I have yet to attain 意思是说 他是继续地去追求 It means that He will continue to take hold 我告诉你 保罗的 他的眼光 他的思想 是世界级的 You know Paul is a world class Christian 什么是世界级 他是看见的 是整个世界的 What does it mean by world class It means that He has a worldly vision 因为当时候的世界 就是整个罗马帝国 And that time though The world is actually Rome 所以他可以在 二十多个城市那边 二十多个城市那边 他建议教会传福音 That's why he built the church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弟兄姐妹 今天呢 我们活在马来西亚 我们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 很多时候 But I want to share with brother and sister We live in Malaysia Most of the time We've been influenced by Malaysian culture 影响到我们的思维 It's changed our mindset 我们可能呢 你是做生意的 可能你没有这种 世界观 没有一种很 更远的一个角度 It could be If you're in business that you do not have for further visions 可能我们只有 Kampong思维 Maybe we only have Kampong mindset 只要一当 一当有生意 就可以了 We'll have a store that we have business That's good enough 但是这里 保罗是什么 他是看到的是 更多更多 对不对 But what seek is more And further 不是说我已经得潮了 因为他是为主而做的 Amen I said not because I already obtained But I will do it for God Amen 以前我在一个 一个的 一个的 当口吃 那个鸡肉粉 And I took a pork noodle in one of the store 很出名的 在苏邦 Very famous in苏邦 我坐在那边 我跟师母 我坐在那边 等了一个小时 And me and Pastor Yifan We sit there and waited for one hour 他只是一个人 在那边煮罢了 And he cooked alone 然后他请了两三个 那个印尼工人 We have a few Indones 只是帮他 只是帮他 绑罢罢了 收钱罢了 They only serve and collect money 那边煮 那边煮 But he cooked it himself 这个就是 我们马来西亚的 这个 这种的思维 And this is mindset of Malaysians 好吃 要慢慢的 OK Those that taste good have took need to take time to cook 我告诉你 弟兄姐妹 我们的思维 需要改变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need to change our mindset 我们如果今天呢 我们是 好像保罗是 我不满足地去追求 And if today we are like Paul that we are dissatisfied and we continue to take hold 如果基督徒 每个人都不满足地 去追求 我告诉你 我们每个基督徒 都有对这个世界 有影响力 Amen 有影响力 Amen And we will have influence Amen 你看我们看一个图 这个碗筷的讲 I'll show you another picture 你看这个是 John Maxwell他讲的 我们 每个人都是领袖 This is a book of John Maxwell He says that Everyone of us is leaders 可能你说 我哪里是领袖 You might say that No I'm not a leader 我告诉你 John Maxwell他讲一句 很重要的 你听着他说 影响力就是领导力 John Maxwell says that Power of influence is the power of leadership Amen 其实请问 你做父母的 有没有影响力 And as a parent Don't you think that you have power of influence 你影响力就是 成为一个的领导力 来的 Amen Power of influence is the leadership 所以我们呢 我们你看 我这是带给你们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And I want to share this concept with you 你看我们领导力呢 我们分五个层次 There's five level of leadership OK 那 弟兄姐妹 我们呢 从最低层那边呢 你的最低层的领导力 就是你的职位 或者你的权利 The lowest one is the position or rights 那 你父母你有没有这个权利 有啊 你有没有这个身份 有啊 As a parent You have these rights And also this position 但是你不能够停留在那边 OK But you should not stop there 因为孩子听你 因为他不得不听 因为你是父母嘛 The children listen to you Because they have to You are the parents 但是如果你没有成长的话 我告诉你啊 你的孩子到一天 他会 你是一个最差的一个领导 你知道吗 But if you stop growing And your children one day will stop listening to you Because you are the worst leader 然后第二个层 第二个层次是什么 就是呢 你会 所以你 你 你跟人家有这种爱的 这种关系 OK The second level is the relationship 因为你服务他们 Because you serve them 所以他们认可你 因为他看到你是自愿的 And they acknowledge you Because they know that you do it willingly 因为你有爱心和关系 Because it's love and relationship 我不但是父母 我说你在每一个层面 你在公司 你在你是做老板的 或者你在教会的领受 我们都要一直不断地提升我们自己 Amen So not only parents No matter which field You are in or what position You are even the boss Then you need to continue to grow 但是你还是不够 But there's still not enough 你有爱心还是不够 人家看到你好像你只是会讲的 没有看到你做成绩的 Love is not enough Because you need to have some results 你看第三个人 看到你有成果 因为你知道 他看到你是为整个家庭 或者为整个组织 整个公司而做的 So the third one is the results That they need to see That you do all this For the family For the organization 然后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you have the ability To resolve issue problems 然后你有优先持续的 这种的成熟 And you have maturity To prioritize 但是还是不够 你要第四层面 But still not enough You need to have the fourth level 第四层面是什么 你能够复制 你知道吗 And the fourth one is Reproductions 你会看人 要把人要带起来 Duplicate and raise up people 让他们成为 能够做你的 那个可以做的 Race up people to become the leader as well So他们这个层面 他们看到你是什么 他看到你 为他们所做的 And they can see That you did it for them And they can see that you did it for them 你的态度是无私的 所以他们会跟从你 And you're selfless So that's why they follow you 最高的层次是什么 就是人家 他们尊重你 因为他看到你的 为人和你的信念 And the top level is The respect 而且呢 因为你有一个愿景 你会追求最高的 这个目标 你有秉格 你有影响力 Aman Because they see That your behavior You have the visions That you can influence others 我告诉你 即使你很内向的人 你都有能力去影响 其他的人 Aman It says that even you're an introvert You are still able to influence others 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种的态度 学习和改变 Aman So the key is you want to take hold Continue to learn and change Aman So最后呢 一节经文呢 保罗说的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And last But Paul says that Not one thing I do Forgetting what is behind And straining towards what is ahead 保罗说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是什么意思呢 And Paul says Forgetting what is behind And straining what is ahead What does it mean 保罗曾经有失望的时候 Paul could have a moment of disappointment 可能他以前 他会一个很大坏蛋 他逼迫教会的人 对不对 Yeah Because previously he's a bad guy Because he's persecuting the churches 这些如果没有处理 可能会有内疚感的 对吧 Well It could have guilt in him 或者是呢 他 也可以说 他现在的生命的一种的成就 And it could be also an achievement if his life now 哇 我做了这样多了 哇 我有一点骄傲了 我停止了 Well I've done so much And I feel so proud That I should stop 所以有时候 在教会有一些人 他说 我以前啊 几厉害几厉害 不要讲以前 你讲一次好了 不要常常挂在一口 你要讲 现在你要怎么样 OK Some people even in church So they keep on reminding How great they are previously 所以无论怎么样 我们好像保罗一样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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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总结就是 我们要追求最高的目标 So yeah My conclusion is We need to Take the highest goal Amen Amen 我们要得到天上的赏赐 We want to get the heaven words 然后我们还有追求的态度 And the attitudes of us 我们要结力 要全力与父 Press hold on And get all out effort 我们要每个人 要追求卓越 Amen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就是不断的进步 不要停止学习 Do not stop And do not stop learning Amen Amen 最后我要讲的 新生命复兴教会 不种了 我们是一般人 是对主 是有梦想 有目标的人 Amen And I want to say that All of us in Devilized churches We have our dreams Amen 我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意向 还有共同的梦想 We have the same dream And same vision 就是这三个B Amen Which is these three B 就是我们要成就 神要我们去成就的 And we do accomplish What God wants us to do 不但是我们这一代 我们还要看到下一代 Not just this generation We are talking about Next generations 我们要看到神 不断地不断地做工 直到神再来为止 Amen We do continue to see The God's work Until God's return 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讲的 这个信息 就是追求最高的目标 And today This is my whole message Took hold of the highest goal Hallelujah 感谢赞美神 Amen 希望我们都能够 抓住神的话语 It is all can capture all the words of God 无论你的联级多大 Doesn't matter what your age is 不要想到退休 Do not think about retirement 你可以转换 你可以转换工作 You can change job 转换你的另外一个跑道 Change your runway 但是你还是不能够停止去追求 Amen 牧师今天还是继续去上课 Pastor today Still continue his study 我们每个人都不断要追求 Amen We need to continue Take hold Hallelujah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说 是的神啊 我们认识了你了 Let's come before God God we know you now 我们要像你啊 We want to be like you 我们真的知道神啊 你要 你已经有这个的命定 在我们的身上 Let's come before God You have a purpose of our life 让我们要追求 最高的目标 Let us take hold For the highest goal 就是要荣耀你的名 Amen They want to glorify your name Amen Amen 是的主啊 我们来到你面前 说神啊 我们来把我们自己献上给你 Yes Lord We come before you That we want to submit ourselves to you 我们要更加的认识你 We want to know you more 我们要更加明白你的旨意 We want to understand your will 因为我们有带着亚伯拉的福 Because we have the blessing of Abraham 亚伯拉的福就是你祝福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管道 祝福更多的人 The blessing of Abraham Is that you bless us So that we can bless others 成为万民的祝福 The blessing of all nations 主啊 谢谢你让我们一生 追求这个最高的目标 And thank God Let us continue to take hold 让人 透过我们能够认识你 成为一个的多产者 配争者和掌权者 感谢上帝 感谢我们的神 祝福我们这个教会 有一个同一个意向 一个目标 使到万民能够成为门徒 So that all nations can be your disciples 谢谢赞美你主耶稣 Thank you Lord We praise you 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F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today 封主耶稣 基督的圣明祷告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我们下期再见